有十万朋友们问说当今的执政的政府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是什么 以及台湾目前最需要改变的事情我认为是什么非常好的问题 当然大家都知道说作为一个conservative anarchist 我的目的是说政府能够做的事情有一天公民社会都要可以去做 以至于到这个没有政府的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不是只是没有政府而是没有任何就是以就是威胁或者下民令的方式来组织的组织形态 那我也了解到说我有生知年代来看不到那没有关系 就每一单元做一单元的事情 那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去信任这个社会去信任人民 因为这是有点像比马朗的效应 就是说一个政府当时越信任人民跟人民越讲以前以来的时候 人民就会越值得信任 真的就会冒出各种各样的创意来 那但是一个政府如果不相信人民 然后说你行我来 那这样子的时候那当然跟人民的距离不明就越来越远 那我刚刚讲到这个价值冲突 就是当人民对政府透明所谓监控式国家主义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说你行我来 你行我来做什么让你别人不行 那所以这个公民社会在PLC那边是起不讲 就是七个不能够讲的事情之一 那这个是像福利摩一样 就是对他们来讲这个是对他们的震荡性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公民社会竟然可以引行你来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我觉得是目前执政的这个政府 我们说最会沟通的政府 这个是一个理想 那但是在这个中间需要先成为最愿意沟通的这个政府 那当然花了四年确实是有一些改进了 那开放政府联络人啊等等这些方式 尤其是就是像总裁啊每天开记者会啊1922啊 机关家啊等等这些方式确实是让人觉得说这个沟通的方式真的是有往你行你来的这个方向在进行 那我们做的当然不完美事实上因为我们才刚开始 所以就是如果方向正确的话继续往这个方向我觉得就对了 那另外就是说最需要改变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去让还没有投票权的 也就是我们现在有个公民跟国民的区分嘛 这个大家可能了解 就是或者国民跟居民的这个区分嘛 那我觉得这个区分是我自己觉得现在很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 不敢说是最需要 但是很需要改变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呢 因为以前就是说好像你不到20岁 那你的意见就不重要 那为什么因为明代不会算你的票票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那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看到在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上面 最好的最优秀的最有创意的一些意见 大概都是可能16岁15岁等等这些朋友提出来的 为什么因为他们脑里没有一个社会应该怎么要运作 的这样子一个就是旧系统 他就是觉得说社会为什么不这样子的运作 然后他就可以很容易地串联出很多人循着一个主题标签 或者甚至形象图片 好比像说一只海龟跟一个吸管的图片 然后一瞬间就可以有五千多个人来联储 说我们要逐步禁用掉塑胶习惯 那这个当然现在也是政策了 那就是一次性就是免疫参举的逐步禁用 那这个虽然在疫情的时候 有稍微且经过一阵子 但现在又回来了 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16岁 当时还是高中一年期叫王轩如的一位朋友 那这位朋友我们真的跟他面对 因为我们本来以为他是什么欢团大佬 那是已经见面了王16岁 那为什么他一下子可以救进5000人 然后因为他有一个网络社群叫不速之客 速叫了速 那这个网络社群这样支持他 所以他变成这个网络社群的一个代言人 那我们一来说 那你为什么要提这样子一个提案呢 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动机呢 等等 他说这是他的公民作业 他的这个老师 公民老师高中一年期 他的随堂作业 说请各位同学回家 去找一个网络上的梗 到我们公共这次网络参与平台 去提点书来 那所以他就真的找到了一个梗 真的提了点书来 然后真的跟联储餐聚业 也说明天跟开会 然后真的讨论出来说 用一个比较无坦的 或者是比较容易生物的分界的 等等的这种方式 或甚至把它设计出来到 不需要吸管等等 所以这是真的很棒 就是说对他来讲 这个就是公民参与嘛 他虽然离有投票权 还有四年的时间 但是他就因为这样子的觉得说 那我是一个公民 就是我是参与公民政策制定的一个人 那同样的像在桃圆有举办的 就是移工的参与式预算嘛 让移工来一起制定 关于移工的事情 应该要怎么样去使用 开会车站大厅的 那个共同创作的session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让我们发现 说即使不是国民 他目前是居民 那但是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ll balance 就是关于我们事情 让我们的参与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 甚至到害小害小的小孩 可能四五岁的小孩 现在也有那个什么 还我特色公园联盟嘛 对不对 就是这些小孩的 就是 倡议者 就是他们的家长 那自己去除外 那我们要一个共荣师的 一个游乐园 玩的权利 不能够被剥夺啊等等 那我觉得这些都非常棒 所以就是在台湾 我觉得我们就是 居民也好 国民也好 慢慢慢慢都变成公民 那这个是 我觉得我们很需要 往这个方向去进行改变 谢谢